杨子和肖战合作成为一对备受瞩目的明星搭档 他们的合作不仅在影视圈引起轰动 而且在商业领域也展现出了巨大的影响力 这对明星组合携手合作 为上海一条繁华的商业街带来了颇天的富贵 令人瞩目 首先 杨子和肖战的合作在影视作品中大获成功 吸引了大量观众的关注 两位明星的演技和颜值都备受认可 他们携手出演的影视剧迅速走红 成为当之无愧的当红小生小花 这种巨大的知名度不仅仅局限于娱乐圈 更在商业上展现出了巨大的商业价值 其次 杨子和肖战的合作也在商业活动中展现出了强大的号召力 无论是代言商业品牌还是参与商业活动 这对明星组合都能够吸引大量粉丝和观众的关注 成为商家追逐的明星代言人 他们的合作不仅仅是简单的明星代言 更是一种商业价值的放大 为商业活动带来了巨大的客流量 特别是在上海一条繁华的商业街 杨子和肖战的合作更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商业街的客流量大幅增加 各大商家纷纷争相邀请着对明星组合合作 共同打造更多商业项目 他们的到来不仅仅是为商家带来了更多的利润 更为整个商业街注入了新的活力 综合而言 杨子和肖战的合作不愧是一对福星 他们的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影视圈 更是延伸到商业领域 他们的合作不仅带来了巨大的商业价值 也为上海一条商业街注入了新的生机 成为商业活动中的亮点 这对明星组合的成功合作 不仅令粉丝欢欣鼓舞 更让商家们看到了与他们合作的无限商机 杨子和肖战的合作 不仅仅是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更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他们的合作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 影响了年轻一代的审美观和价值观 这对明星搭档的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商业活动 也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阵热潮 杨子和肖战的社交媒体账号成为粉丝追逐的焦点 每一条动态都牵动着粉丝的心弦 他们的合作不仅仅是商业上的成功 更是一种文化符号 代表了一种新时代的审美趋势和价值观 除了商业和社交媒体上的成功 杨子和肖战还积极参与公益事业 用自己的影响力为社会贡献力量 他们的公益活动不仅得到了粉丝的支持 更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 这种积极向上的形象也进一步提升了他们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 成为备受尊敬的公众人物 总体来说 杨子和肖战的合作不仅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更在文化和社会层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们的合作不仅仅是两位明星的搭档 更是一种文化现象的代表 影响着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和审美观 这对明星组合的成功合作 不仅让商业界瞩目 也在社会上赢得了广泛的认可 他们的故事 不仅仅是娱乐圈的佳话 更是一段在商业和社会领域都取得成功的典范 杨子和肖战的合作 引起了人们对明星搭档化学效应的深入思考 他们之间的默契和合作 不仅仅是偶然的巧合 更是两位明星个性 演艺经历以及职业规划的巧妙结合 这种成功的合作模式 成为业界研究的焦点 许多公司纷纷效仿 希望找到类似的黄金搭档 以期获得类似的商业效益 在商业界的客流量大幅上涨的同时 杨子和肖战的合作也为相关商家 带来了创新的商业模式 借助两位明星的知名度和号召力 商家们推出了一系列 以他们为代言人的独特产品和服务 成功地吸引了更多消费者的关注 这种联动式的商业合作成为了商界的一大亮点 为其他商家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和启示 杨子和肖战的成功合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明星合作的新范式 不再仅仅是简单的代言 而是要求明星与品牌更深度地融合 以打造更具个性和吸引力的商业形象 这种全方位的合作不仅对明星本身有利 也为品牌带来了更为真实和深刻的宣传效果 使双方在商业合作中取得了双赢的局面 总体而言 杨子和肖战的托天富贵合作不仅在商业上创造了巨大的价值 也为明星合作和商业模式创新开辟了新的道路 他们的成功经验为业界提供了一个典范 证明了明星在商业合作中的巨大潜力 这对明星组合的合作不仅仅是商业上的成功 更是一种对合作模式的创新和对行业发展方向的引领 长相思杨子路被美照模仿赵路斯这穿搭配抓包复制云之与于书心 女星杨子因主演长相思爆红 她上个月释出的一组时尚美照 曾被质疑造型跟姿势都在模仿赵路斯米兰时装周造型 日前杨子上传新美照 又被指造型与于书心参加巴黎时装周时的麻辣女教师 私服造型如出一彻 拍照姿势也重叠 但无论是赵路斯或于书心 两套造型都被吐槽大翻车 杨子却还接连踩雷 让网友超傻眼 杨子今夏推出的五角虐恋古装剧 长相思承报款剧 一举待望张婉逸 邓魏 谈剑刺和王红一丝为男主 在线杨子抗拒女王威力 她9月底才与徐凯拍完新戏成欢季 12月将二搭亲爱的 热爱的李宪 开拍唐朝大女主戏国色芳华 不过杨子人红是非多 她10月非巴黎参加时装周时 曾分享一组时尚美照 杨子将头发盘起 穿住淡黄色无袖洋装 背后则是两条细线撑起的大裸杯性感设计 整体造型清纯中带点性感 但照片曝光后 杨子却被质疑 整组照片似乎都在模仿赵露斯 参加米兰时装周 身穿蓝色连身洋装的造型 就连眼神跟姿态都都很神似 但杨子粉丝不认模仿 赵露斯粉丝却指杨子在蹭赵露斯热度 引爆两家粉丝一阵唇枪舌战 不料杨子日前是初心系列美照 再度卷入模仿争议 这次对象变成了于书欣 与赵露斯同样都是95花 于书欣9月参加巴黎时装周时 曾上传了一组麻辣女教师系列私服照 她大胆穿上胸前大开动的黑色洋装 胸前有红色玫瑰点缀 并搭配白长袜 玛丽真鞋 绑了一个公主头 还在镜头前录下25秒搔手弄字影片 被网友吐槽尴尬又俗艳 而杨子日前是初的照片 与于书欣造型高度相似 但杨子稍微保守一些 黑色连身洋装一样是胸前开大洞 红花则变成了蝴蝶结 吴秀换成了公主彭秀 舍弃白袜跟玛丽真鞋 直接脚踩跟鞋 但跟于书欣一样都绑公主头配鞋刘海 更一样都搭配眼镜 气质上似乎是杨子更胜一筹 但他好几个拍照姿势也都跟于书欣重叠 因而被网友开酸 到处copy 这姐在玩cosplay吧 前两次都是学到95花翻车造型 让网友全看傻 杨子李宪二搭新剧国色芳华开始致警 预计离开机日子不远 备受关注的杨子和李 现在次合作的新剧国色芳华传出了好消息 据报道 该剧的行车证已经出炉 并且已经开始进行致警工作 这遇事者离开机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杨子和李宪这对新剧搭档即将在国色芳华中展开新的合作 这部剧从致警开始 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 粉丝们迫不及待地期待着两位明星的精彩演绎 国色芳华将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呢 首先 这部剧的制作团队为观众呈现了精心打造的布景和场景 从曝光的照片中可以看出 剧组对每一个细节都极为用心 背景不仅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瑰丽之美 充满了古典气息 这种细腻的场景设计为观众营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历史画卷 使人仿佛穿越时空 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风情 预计离开机日子不远的消息 更是让粉丝们欢欣鼓舞 这也意味着剧组在拍摄中取得了良好的进展 为观众呈现出一部精彩的作品奠定了基础 杨子和李现作为主演 将如何演绎剧中的角色 又将展现出怎样的默契与火花 成为了影迷们关注的焦点 国色芳华的故事情节究竟是怎样的呢 这一切都是个谜 制片方一直保密剧情 为透露太多细节 增加了观众的期待感 从名字来看 剧名寓意着美好的国家和芬芳的时光 这是否暗示着一段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 或者是一部展现时代风采的历史剧呢 总的来说 杨子和李现的新剧《国色芳华》 无疑是备受瞩目的一部作品 从制作团队的用心到演员们的精湛演技 再到故事情节的神秘 都让观众对这部剧充满期待 随着离开今日子的临近 相信会有更多的消息曝光 让我们一同期待杨子和李现在《国色芳华》中带给观众的惊喜和感动 《国色芳华》是一部以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为主题的电视剧 讲述了两个年轻人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 通过互相帮助和理解 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杨子和李现在剧中分别饰演主角和配角 他们的表演无疑将为这部电视剧增添不少亮点 据了解 该剧的置景工作已经正式开始 剧组正在全力以赴地打造出一个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场景 同时 行车正的出炉也意味着剧组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 离开机的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了 对于杨子和李现的粉丝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两人在合作玩《亲爱的热爱的》后 凭借着出色的演技和默契的配合 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 此次二大合作新剧《国色芳华》 相信他们一定会再次给观众带来精彩的表演 总的来说 《国色芳华》的筹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 预计离开机的时间已经不远了 作为一部充满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元素的电视剧 该剧将为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视觉享受和文化内涵 让我们一起期待杨子和李现在这部剧中的精彩表现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